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B4的Carrie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Hand Type 中文就是手綁花束 會用螺旋去做 我會介紹一下今天會用的材料 有一個開脈色的玫瑰 它是小梅 我覺得小梅的形狀很優雅 另外會有寶寶草 寶寶草其實有些細葉 如果你做得比較輕易的話 一般我們會撕走它 或者可以留一點都可以 寶寶草現在也有很多人喜歡 但是如果多處理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拼了香薰色的玫瑰已經很漂亮了 另外還有星芹 星芹是很耐層的細花仔 還有尖葉的油加利 尖葉的油加利 尖葉的油加利 其實現在會越來越貴 通常我們做一個花菜 即是花束 其實我們會有幾種葉的 它會有一個顏色上面的綠色分別 這樣就會看起來會更有趣一點 那我們就加上星芹 白色 白色綠色是很清新的組合 我這個客人其實也喜歡一些 感覺上比較清新的 他會喜歡一些黃色和橙色的 所以這次就做一個香薰適合給他 還有這個Fisher 中文叫做雪香辣 是一種也挺貴的花 但是它的線條很優雅 它的框很實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 拼在一起的效果已經是不錯了 我們就用螺旋的方式 其實什麼叫螺旋的方式呢 就是 你加的時候 永遠是向著一個方向去加 這樣就不要亂加 因為如果亂加 它就會變成螺旋形出來 加的時候也要留意花 它本身是生在哪一個方位 這樣就會出來的效果就更加好看了 我覺得這個 我們有一個叫binding point 即是虎口位 其實這個玫瑰就不太矮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犧牲它 其實不是犧牲的 其實有 即是我們要留它來做別的東西 這樣 這個白花仔我第一次用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其實花虛呢 我剩下花兩三年了 其實呢 有很多花材呢 都是很環節 所以是很適合我 因為我是一個很貪新鮮的人 因為我是一個很貪新鮮的人 所以是很適合我 然後再加多一瓶櫃米 是不是都覺得很清新 賣回它 賣回它 可以 一個很緊張 不是很貪新鮮 但我不是很喜歡 如果這個天童 那麼大 我可以講 其實3 有很多東西 其實這間醃材是越來越貴的 就像這個尖醃油膠利量 是你想像不到的那種貴的 有時候你現在看到 可能這裏會多了出來 其實這裏就要剪斷 因為適當地有就是漂亮的 但是太多又真的太多 那就是這樣 Fisher我自己都蠻喜歡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很挺身的花 其實現在我覺得差不多 可能這裏差一點點葉 我們 啊 忘了我還有一個 還沒出場 但是 嗯 我也很喜歡的聖誕玫瑰 聖誕玫瑰呢 它是很耐心的 還有 它是 是開了之後很漂亮 還有它一加進去 它就會 你就會覺得那個花 好有一點 鮮甜味 那我就決定加在這個前面 但是呢 它這樣加了 好像有空位 就是有空位 那我們就 再加一點Fisher 好嗎 你看到那個感覺 好像多厲害 世界有光 啊 就差不多完成了 其實由一來它是一些飛來飛去的 因為剪掉了很多 都是一些用得很快的花草 應該說用得很快 感覺上是浪費了 現在怎樣? 我覺得漂亮 還有需要電動現在 電動 差不多了 其實你看到我做完腳是很整齊的 因為我全部都是同一個位置去做的時候 相對地做出來的就很整齊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我第一次就不會剪腳 剪到這麼短 但是到我包完膠紙 就會再剪短一次 因為每一次剪切口 其實花就會懂得再上水 所以不會一次過剪完 其實你會 我還有一位習慣 做完之後 會再拍一次照片 看看哪一件平衡 再去判斷 其實現在都會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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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還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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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